O 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放长 那么我们跟着这几堂呢 我们就会讲这个花园经导读 那么花园经呢 我们上一次呢已经讲过六讲过七堂了 讲过七堂了 花园经呢是这个 这个 这个 七处九会 七个地方 就讲了九个法会 整个花园经的内容 我们已经看了一次了 但是花园经呢 是一部很大本的经 它有八十一卷那么多 总共呢有一百二十万个字 谬法莲花经呢有五万字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能延经呢有七万字 这个花园经呢有一百二十万 呃一百一百二十多万字的 所以呢 我们很少会逐字逐句的去讲 花园经很少有句解的 除了净空老法师之外 你能听那么久吗 听十年对吧 这个不可能的了 那么所以呢 我们要浓缩 花园经呢 我们已经讲完了 那么我们即使要理解那个花园 我们有几部 可以可以理解的 一部呢 就是这个 花园经诗子章 即使我们现在要讲的 这个花园经诗子章 就是这个 法杖法师 即使选手国师呢 就对 武则天讲的 因为武则天呢 喜欢听花园经 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是一 这个是武则天做的 这句接呢 就是武则天做的了 武则天很喜欢花园经的 那他就 法杖呢 法杖法师呢 就跟他讲这个花园经 武则天为什么喜欢花园经呢 因为武则天以前呢 是做乞丐的 即是上一世做乞丐的 他不失了两个钱 所以这一世呢 就做了皇帝 那么做了皇帝之后呢 他就很喜欢佛教 很喜欢佛学 尤其是这个花园经 那么我们讲这个金狮子章那里呢 讲到武教啊 花园叛武教的时候 就知道呢 花园经呢 是佛教里面最高的经典 即是最高的境界 就是花园了 那么这个 这个因为花园经那么深奥啊 又讲的那么长 那么这个 这个武则天呢 就听不懂 所以呢 讲这个金狮子章 这里讲的就说 宋高僧传 这个宋高僧传呢 卷武 法杖卷 即是法杖法师了 法杖法师呢 就是这个 公元六四三年到七一二年 七一二年 那么这个花园的侍主啊 花园的侍主 那么这个呢 又叫做 贤守国师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叫做贤守宗 其实我们叫做花园宗 其实他是贤守宗来的 贤守呢 就是这个 这个 法杖的名字 法杖法师 啊 藏 为 则天 讲新花园经 这个法杖法师就跟 这个武则天呢 讲这个新花园经 为什么有新花园经呢 因为导顺国师那时讲的呢 是六十花园 即是那时呢 还未有八十花园的 八十花园呢 就是新花园经 即是新义的 以前呢 是六十花园而已 那么花园经呢 总共呢 有四种 第一种呢 是四十花园 四十花园呢 就只是讲入法戒品而已 即是四十花园呢 只是讲法戒品 入法戒品 那么这个新义的花园经入法戒品 总共有二十卷的 即是总共有二十卷 这个 这个四十花园 就将他啊 就整理做这个入法戒品 整理做四十卷 叫做四十花园 那么我们在南普陀的时候呢 节下的时候 年年年都送花园经呢 送完四部啊 送完三部 四十花园也送 六十花园呢 也送 八十花园也送 这个六十花园呢 就是整部花园经来的 但是他 即使虽然是整部的 但是就不够详细的 那么后来有八十花园的时候呢 八十花园呢 最详细了 后来这个八十花园呢 还加多一品 进去的 就是普贤行愿品 普贤行愿品呢 是最后加进去的 所以八十一 八十一卷的 花园经 八十一卷啊 即使第八十一卷 因为普贤行愿品呢 是最后加进去的 那么这个 新花园经呢 讲这个 八十花园 那么呢 到天地 天地 网易 这个 天地网易 那么这个是说这个天地啊 地 地网 地网 地网关 地网重重关 说我们的宇宙呢 其实是一个网来的 那些科学家现在都这样说了 我们的是天网来的 那些星球呢 一个一个挂着的 这个挂网 天网 这个天网 宇宙上面有一个网 挂着 每个星球 每个星系 每个宇宙 不是每个星球 每个宇宙都是挂着的 即使好像个网那样 所以叫做地网 返网经里面呢 就说 这个这个宇宙呢 好像网那样 那这个天网 地网重重关 那时 十从悬翼 海印三昧 六相合合翼 蒲眼 境界 这些呢 都是很深奥的东西 这个武则天呢 虽然是皇帝 喜欢听花言经 但是 地与此 茫然未觉 那么这个武则天呢 听到一头雾水 哎呀 虽然是好 无上甚深微妙法 这首阶呢 是他做的了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 真是义 那这个 虽然想学 呃 但是呢 呃 学不到的 那这个法杖法师呢 就指着正殿 即是在殿前呢 刚好有只金狮子的 这个金狮子 这个 皇宫里面呢 刚好有只这个殿前面呢 有只这个 金狮子 这个法杖法师呢 就指着这个 金狮子 那么这个 呃 花言是圆满的 花言说自己是 圆教 所以每样东西都是实的 花言无论说什么都是实的 实实 这个金狮子呢 又开十门 既是十个 十个法门 那这十个法门呢 第1就是明远起 第2是变色空 第3呢 约三性 第4 显无相 5 说无声 6 论武教 7 乐时玄 8 阔六相 那这个9呢 就成菩提 10 入涅槃 即使分开这十个项目 跟他讲这个金狮子 即使现在我们这个 宇宙 这个东西 你见到的物件 是怎样会有的 那么那么 那么 一会再说吧 所以我们趁着这个 希格斯拿诺贝尔奖 为了庆祝这个希格斯拿诺贝尔奖 我们呢 重新再讲这个花言金狮子章 即使用这个希格斯的理论 去讲解这个花言金狮子章 这个连法杖法师都不懂的 因为他也没听过嘛 对吧 但是没听过 那些意义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棋呢 就棋在这里了 古德以前不知道有那么多宇宙的结构 但是他说出来的东西 就是适合现在的 那个东西 所以佛呢 两千几百年前说的东西 到现在都是对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佛法的伟大了 爱因斯坦说 如果找一个宗教 和科学 即使那个 意理是相同的 那就只有佛教了 佛教和科学呢 是配在一起的 即使很贴合这个科学的 所以这个金狮子章呢 就是怎样解释这个金狮子章 这个金狮子 即使这个金狮子是怎样来的呢 为什么会有金狮子呢 本来这个宇宙是空的了 怎么会有金狮子出现呢 这里呢就讲 讲这里了 所以呢 武则天听到了就明白了 第一 讲缘起 阐明世界一切现象的原因 和何生起的道理 那么明缘起呢 第一 未今无自性 随功巧降缘 遂有狮子象起 起但缘 顾明缘起 那么很简单而已啊 就是缘起咯 太虚大师呢就说 知缘起呢 就知道一切的佛法 所谓缘起呢 就是说 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呢 是 怎样来的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们为什么会坐在佛卿这样 这个佛卿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有我们 却没有其他东西呢 为什么会有六道众生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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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个呢 就是缘起了 即使我们怎么来的 为什么有的人那么有钱 有的人那么穷呢 有的人有几十亿啊 有的人找一分钱都没有啊 所以为什么会有 这些东西呢 这个叫做缘起 缘起啊 但是起 但有缘 有缘而起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法画经里说 实如是 我们 出现在我们身边的 每一样东西呢 都有实如是的 如是性 如是相 如是体 如是用 如是 这个 如是音 如是缘 如是本末究竟 每一样东西在我们身边 都是有因 有缘 有相 有果的 你是逃不掉的 即使不能逃避的 即使你知道 每一样东西 为何会出现呢 为什么刚才过来 几座巴士呢 为什么会上到巴士 都是有因 有缘的 你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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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一早呢 已经巧妙的安排好了 你坐哪辆巴士来 你坐什么车来 等一下会不会和人吵架 这些一早已经注定的了 为什么说一早已经注定呢 因为呢 你可以去看这个将来的 如果你是即使催眠 为时催眠 可以看将来发生什么事 那我们呢 叫这个叫做夜鬼 我们叫这个夜鬼 宽济法师 传有名词 夜鬼 夜的轨迹 夜的轨迹 那么过去的 当然知道了 过去的呢 你可以为时催眠 催眠过去 你上一世呢 是什么 前一世是什么 做过什么 那这个上一世的事呢 留下的影像 你当然知道了 但是未来的事 你怎么知道呢 未来的事 但是未来的事 是可以知道的 如果有些人有 有这个宿命通的 或者呢 他可以入定的 可以看到将来的事 将来的事呢 我们叫做夜的轨迹 因为有夜 他就会一路的演化下去了 除非有东西妨碍到他 那么这个 这个 为时催眠 那个韦某医师 他写了一部 即是这个公案来的 他就说 有一个人为时催眠 催眠后看到 他就有一天呢 就骑电单车 即是那一幕 那么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呢 有辆货车冲过来 撞死他 即是那个 那辆大货车呢 冲过来了 撞到他的电单车 不知道死不死的 总言之 撞到他的电单车 那么他就很害怕了 很害怕的时候呢 就叫他念佛了 做多些事 做多些善事 那么到某一天 又是去到那个十字路口 因为他突然就 咦 馋了 这个十字路口不就是 梦里那个十字路口 那么又有辆大货车 又是那辆大货车冲过来 那么货车冲过来的时候呢 刚好在旁边有辆电单车 不守规矩一冲 冲过去了 那辆电单车 那辆货车呢 刹停了 没撞到 那么所以呢 是知道的 将来的事呢 是应该知道的 即是可以知道的 这个叫做夜的轨迹 前面那些知道 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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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时光隧道 这些知道的 那么我们慢慢的呢 去解释它 所以呢 每一样出现在我们身边的东西 是有一定的因缘 有一定的因缘 我们不可以逃避的 我们可以面对它 面对那个因缘 要知道它为什么 为什么有这件事出现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出现呢 而又怎么样的能够令到它圆满的解决呢 这样才是办法来的 就不是去逃避它 不是去什么 所以每一样东西呢 它出现的时候 都应该很开心的去对付它 如果有人骂你 它骂骂骂骂骂骂 的时候 你倒杯茶给它喝 哎呀 你很口渴的了 我倒杯茶给你喝吧 那你继续骂了 你喝完之后呢 我不会走的 你继续骂的 这个呢 很开心的 那它自然就不会骂了 那所以呢 你要圆满的解决一件事情呢 所以叫做缘起 这个缘起 缘起呢 这个缘起 我们的世界是怎样来的 最开始我们这个世界是怎样来的 这个世界是怎样来的呢 那么这个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是怎样来的呢 上帝 这个凡天 我们叫做凡天 凡天是上帝 我们不要说 不要说那个上帝 这个上帝和那个上帝是不一样的 就是造物主 造物主呢 创造这个世界出来 造物主创造这个世界出来 那么造物主呢 创造这个世界出来 有一次呢 我在这个桃园机场 因为我在台湾读书的 那么在桃园机场呢 回来香港 哇 有个 有个穿西装的 那么有个衣领呢 是白色的 他说呢 他是牧师 走过来 他说我跟你 想跟你聊几句 我说有什么好聊的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法师啊 是法师 法师和牧师怎么聊呢 你说怎么聊呢 外国人来的 那他呢 就说 我想问你些这个佛教的东西 我说你不用问了 你先回答我三个问题 哪三个问题呢 就是 第一 这个是数论派提出的 数论派呢 就是无神论 数论派 数论派呢 就是无神 即是印度教的无神论 那第一件事呢 神 你说是神创造这个世界出来 那么第一件事 神创造这个世界出来 那么神是谁创造出来的呢 牧师很机灵啊 他说 自有永有咯 自从有就有了 这是答得很好啊 我说那你自有永有 我们也可以自有永有的 他是神 你是人 这就没话说了 那你 你 这一句你是人 所以不是自有永有了 他是神 所以自有永有了 那么第一 第一个 你是难不倒他的 他说自有永有 你是难不倒他的 因为你是人 他是神咯 他自有永有 你不能够自有永有 那也不奇怪了 对吧 那么第二 那就问他第二个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是难不倒他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 我就说 这个上帝呢 是用什么意乐呢 去创造这个世界呢 如果他用慈悲心的 不应该有天灾人祸 地震啊 什么辐射 那些事情搞到一塌糊涂 对吧 如果你呃他的心呢是善的 那创造的这个世界应该存善的 那创造的这个世界呢应该存善的 存善的啊 不会不会做不会做坏事的 即使不会有一个坏的事物出现的 你创造一个世界啊 全部都是好人 那就是净土了 这个世界就好了 你造那么多事物做什么 他说不行 这个世界不能够全部都是好人的 这个世界有坏人的 坏人是天啊 天使啊 天使 天使是 撒旦是天使来的 你不要以为撒旦是坏人呢 撒旦是天使来的 他说这个约伯书啊 约伯书啊 就是这个 这个约伯书旧约的啊 约伯呢就说 即使他跟上帝祷告的时候呢 他呢就说 上帝啊 我对你很有信心 无论什么情形 我都不会改变的 那么旁边呢 有个天使听到了 这个撒旦啊 撒旦是天使 你不要以为他是坏人啊 那他呢就说 上帝啊 我和你打赌吧 我要他七天之内变心 呵呵 那他呢就去掩诱啊 掩诱掩诱约伯了 约伯呢就做坏事了 做坏事之后呢 上帝呢就惩罚他了 那这个呢 是一个教育方法来的 既是有这个反面的教材 只是正面是教不了的 正面是没意思的 大家只是每个都是好人 那么反面教材呢 所以就所以呢 就这个撒旦呢 并不是坏人来的 但是呢 即使话呢说回来 那你总不能够做到有人死对吧 那么有人死 有人什么 其实这些呢 都是幻象来的 他说这些都是假象 你看到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发生 最终要是你而已 外面的事情是假的 我讲的这个 所以呢 外面那些事物都是假的 无论什么事情发生 外面的事情都可以是演戏的 其实演戏呢 来教化你 所以这个 这个上帝 上帝用什么意乐去造这个世界呢 你既然是做 不应该有天灾的 不应该有人祸的 不应该有这个很多东西 应该是存善的才对 所以这个呢 又解释不通的 第一点又解释不通的 那么第二点呢 很勉强 也都解释不通的 为什么造到李富豪那么有钱 造到我那么穷 没理由的 大家都是人来的 这个上帝的意志 意志用什么来造的呢 你又不是上一世 上一世 他又没讲上一世 对吧 上一世中了福 李富豪中了福 那这一世就有钱了 你上一世没中福 那这一世就穷了 那他又不是一上一世的规矩 我们呢 就讲业 如果你讲上一世 讲因果就对了 我们佛教 我们讲了我们佛教的东西 但是他又不是 他没有啊 他没上一世的 他只是上帝的意志 要你穷 要你穷就穷 要你富就富 对吧 所以你 即使你做得好呢 那但是 但是他未出生的时候呢 刚刚出生的时候 什么都没做过 你说他后来做得好而已 对吧 什么都没做过的时候呢 为什么他又他又生在半山区呢 我又生在天桥底呢 那么有什么理由呢 所以这个 这个是讲不通的了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不行的 第三 如果上帝是圆满的 即使这个神是圆满的 不要讲上帝了 等一下被人骂的 那么神呢 是圆满的 就不用造世界的 因为什么不用造这个世界出来呢 因为他是圆满的 因为这个旧约里面呢 因为我是读旧约的 我 我们被使徒行传的 我们在民生书院的时候 不会被不能升级的 很惨的 牧师很凶的 那么 那么要被使徒行传的 旧约 那么旧约呢 那么小学呢 读天主教 中学呢 读基督教 所以啊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所以呢 那么读旧约的 那么旧约呢 就说 哎呀 这个神呢 很闷 做得很闷 那么结果呢 就造了一个亚当出来 那么吹了一口气进去 弄了个泥人偶 扎扎扎 捏捏捏捏 捏个亚当出来 然后吹了口气进去 那么接着就做了亚当出来 放他呢 在伊甸园那里呢 走来走去 那么他又觉得呢 有点闷 哎 只有一个人 很闷的对吧 那么趁他睡觉的时候 拆了他的肋骨出来 所以呢 那十二只肋骨啊 拆了一只出来 男性十一只而已啊 拆了只肋骨出来 又造个夏娃出来 造了个夏娃出来 造了夏娃出来呢 如果他觉得是圆满的 就不用造了 自己就是圆满的了 对吧 全部都是圆满的了 所以又造了个夏娃出来 造了夏娃出来呢 他们亚当和夏娃 过得很开心 他又觉得这个世界 那么开心是不行的 那就造条蛇出来吧 撒旦就变做一条蛇 跟着就有个苹果 拜托你藏起来吧 那个苹果 不让他们看到不就没事了 知道原罪 知道有罪 这个是原罪来的 这个呢 是分别善恶的果子 如果你不会分别善恶的时候 即使无善无恶 这个是净土来的 即使你这个人呢 不是善不是恶 就是净土来的 那你分别善恶的果子 有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之后呢 他就懂得这件事好 那件不好了 喜欢好的东西 不喜欢不好的东西 那变成有这个画画世界出现了 这个呢 是神造的论调 所以我们当然啊 佛教当然不承认有个创造这个万物的神了 那么很多宗教都有的 所以呢 佛教不是宗教 也不是哲学 即使这个欧阳某某写过一篇文章 佛教呢 非哲学 亦非宗教 为什么呢 所有宗教都有一个主宰的神的 你要你要奉迎这个主宰的神 他才会赐福给你 即使但是佛教呢 不是神来的 他是一个导师 他证悟的方法 不像刚才你问的 先有佛还是先有法呢 因为他证悟到这些法 然后将他讲出来 你照他那样做 你都可以得到他同样的结果 这个是导师来的 就不是主宰的神 你不学他 他都不会生气的 因为他是佛来的 他不会生气的 你做的不好 也不会惩罚你的 那么因为呢 他是导师来的 想你好而已 老师 老师想你好而已啊 那么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非宗教啊 亦都非哲学 因为哲学是只有讲的 不是做的 但是佛教呢 是实际的东西啊 哲学是未有结果的 哲学啊 所有的哲学都是理论来的 当你的理论呢 实践出来 就变成科学了 已经不是理学啊 不是哲学了 哲学能实践 就是科学 你把它实践出来 已经不是哲学来的 哲学呢 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 所以佛教不是理论的 是你可以照他的方法呢 去这个实践的 去实践的 所以这个 佛教呢 非宗教 非哲学 所以非宗教啊 非哲学的时候 我们就说啊 佛呢 是不用这个 即使佛呢 就说 我们这个世界呢 不是神造的 那么所以呢 啊 佛讲 讲这个世界 有六大缘起 啊 六大缘起 我整理出来的 那么这个六大缘起 啊 六大缘起 六个缘起 第一个缘起呢 是夜感缘起 啊 夜感缘起 啊 夜感缘起 第二个呢 是真如缘起 第四个呢 呃 第三个啊 是 为时缘起 啊 赖耶缘起 赖耶缘起 第四个是 如来藏缘起 第五个是 法界缘起 啊 法界缘起 第六个呢 是六大缘起 啊 六大缘起 那么这六个缘起 啊 首先这六个缘起呢 因为佛在不同的时候 讲不同的东西 所以整个佛教呢 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来的 所以佛教是没有 金句的 你不可以呢 找佛经里面 拿一句话出来讲 好像林牧师那样啊 抽一句呢 出来讲 凡是你有的 都变成没有 呵呵呵 所以啊 所以我们没有金句的 我们没有金句的 不可以 找金句出来 你不可以说 佛经讲过去这样的话 不可以的 因为什么呢 佛是这个 对机说法的 说法者 无法可说 你要看他呢 为什么讲这句话 几时讲的 对什么人讲的 讲这句话 有什么作用呢 这才可以拿一句话 出来讲的 你不可以说 随便翻佛经 这句话怎么解释 没有解释的 因为什么呢 你不知道他 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吗 他 凡说法者 都无法可说的 只不过是 随机破直 破除执着 如果你是 你是有执着的 那他就讲空了 对你讲空 你是执着这个空的 那他就对你讲有了 你是执着长的 他就讲短了 你是执着白的 他就讲黑了 所以没有一句是对的 每一句 其实讲出来的话 都是破的 所以这个 你看六祖谈经的时候 六祖 六祖说 说法很容易的 我告诉你 三十六对 别人问黑 你就打白 别人问长 你就打短 别人问 别人问空 你就打有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执着了那样东西 你破了他 就是中道 你破了他 就是中道 别人问高 你就打矮对吧 总言之 禅宗呢 当头棒喝 问什么都问的 都打的对吧 问的对又打 问的不对又打 问没有问都打 所以 所以怎样 怎样都会被他打的 什么样呢 都是要打的 所以呢 打了之后 你就解脱了 打了之后呢 你就开悟了 所以呢 这个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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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经呢 是没有经句的 不可以拿佛经的某一句话 出来讲的 这种事呢 所以一定是对的 因为什么呢 不可以讲的 你要讲的时候呢 要 这句话在几时讲 在哪里讲 所以呢 没讲经之前 我们就要叛教了 即是叛教 这部经啊 好像这个 这个 这个天台的 叛 呃 叛武教 对吧 这个 呃 这个 这个天台呢 讲经的时候 有叛五重悬议 这个 呃 这个市民 这个变体 呃 这个民宗 论用 呃 叛教 那他总共呢 有五重悬议的 那么花言中呢 讲经更好啊 有十重悬议 从十个方面去讲 因为他每样东西都是实的 所以这个 佛的 说法 是由于历史的背景啊 一路讲下去的 呃 我们讲下去的时候 第一件事 因为他不用啊 不用沿用这个缘起 不用沿用这个 这个 印度啊 印度有的 说这个凡天呢 创造了这个世界出来 凡天创造这个世界出来 凡天呢 就是这个 大凡天王 大凡天王 其实是世面佛了 世面佛 我们见过泰国的世面佛 马哈巴马 马哈巴马呢 就是有世面的 那么世面佛呢 代表风调雨顺 那么 一样的 和这个四大天王呢 差不多的 呃 但是他是 他是一个 初禅天 因为他是禅天的 啊 他是禅天的人 呃 这个初禅天呢 因为初禅的人呢 入禅定的 他的禅定呢 是很深的啊 禅定是一节半 是一节半的 最初呢 呃 他未入定的时候 这个世界是没有东西的 半截是没有东西的 全部只有他一个人而已 然后呢 他就入定了 又入半截 半截之后呢 再出来 咦 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呢 哎呀 我在定里面造的 所以这个世界呢 呃 是我在定里面造的了 所以 你都是我的子民了 你要修啊 修大凡天王 呃 修 凡天的法 就变成凡治了 凡治呢 就是有志向去凡天的 所以他说 我这些子民呢 呃 所以佛呢 呃 成了佛之后 本来是不说法的 我法甚深 无人理解 但是大凡天王下来请法 哎呀 请你给我的子民说法吧 佛就佛说好吧 那就说花言经吧 那就立刻讲花言经 讲花言经 如来内政的境界 说了二十一天 花言最初三七日 所以这个佛的说法呢 是有这个五十说法 呃 五十说法 阿寒十二 呃 就方等八 啊 方等八 二十二年就般若谈 般若呢 就二十二年 这个花言呢 最初呢 就三七日啊 二十一日 二十一日啊 二十一日 花言最初三七日 法花涅槃 共八年 这个法花经呢 就讲了八年 所以这个呃 二十二年讲般若 般若呢 是最详细的 般若就讲了二十二年的 所以他的说法 首先呢 就先讲 阿寒经 最先讲这个花言经 但是诸生文重呢 如龙似雅 那就听不到 听不到之后 因为要入定的 因为这个花言经呢 是这个 鲁舍诺佛讲的 鲁舍诺佛呢 是在天上面讲的 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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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会七处 七处呢 最先在菩提场 跟着在普光明殿 普光明殿都不是世间的东西 虽然说是在这个世间 但是都要入定 才能看到的 普光明殿 然后呢 就升上去 这个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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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利天 然后升到夜魔天 兜率天 然后他画自在天 然后呢 才下来这个 普光明殿呢 再 呃 再 再 再讲的 所以呢 他在这个 这个 菩提场 那么 讲佛的 啊 佛的 即是佛的 威德 那就讲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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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利天 就讲 石柱啊 这个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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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魔天呢 就讲 石形 再这个 兜率天呢 就讲 石回向 那这个 他画自在天宫呢 就讲 这个 石地了 那么再下来啊 下来 普光明殿 再讲这个 等绝 妙绝 其实呢 就是一个 过程来的 所以他上 刀利天 上这个 兜率天 上夜魔天 上这个 他画自在天 王公 这些生文 都是上不去的 因为你是人来的 怎么上去呢 所以你啊 他的对象呢 是 卢舍诺佛 因为他献 很大的身的 因为要对那些 天人讲经 你总不能够 藏六金身的 藏六金身啊 都不知道 去到哪里 天人几十优寻的 几十优寻高 几百优寻高的 你只有 藏六金身啊 千丈卢舍诺 所以献个 千丈卢舍诺 那出来讲经 所以有啊 有眼不见舍诺身 有耳不闻 微妙法 所以这个花言呢 说了二十一日 那么讲不明白 他们之后呢 就走去渡吴比丘 就讲这个 讲这个 阿寒 阿寒呢 就是夜感缘起了 讲这个 这个苦极灭道 苦极灭道呢 还有十二姻缘 讲了十二年 十二年之后 啊 方等 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看到那些 生文人 他就 呃 既是这个 呃 这个 小成人 他是治了啊 即是不能够 不能够大用 所以他就讲 维摩结经 维摩结经 圣蛮夫人经 这个是方等经 让他们回小向大 啊 磕小扬大 那就变成 这些根器成熟的时候 就讲了二十二年 般若经 这个就是真如缘起 这个就是真如 所有的东西都是啊 这个大般若经呢 讲了二十二年 我们所见的般若经呢 有七百四十卷 玄奘法师翻译的大般若经呢 有六百卷 那金刚经呢 就是第五百七十七卷 他有单行本的 第五百七十七卷呢 就是这个 这个金刚经 那么 跟着呢 这个花言最初三七日 法华涅槃共八年 啊 这个佛说法 佛说法的时代 那赖耶元起呢 赖耶 啊 几时讲的呢 如来藏几时讲的呢 这个 这个法界几时讲的呢 我们一个一个讲六元起 总言之 这个是我们佛教的元起 我们佛教分开六个元起 这六个元起呢 就是说 即使我们啊 因为我们不承认呢 有个创造 有个造物主呢 去造这个世界 所以呢 要听他的话 那么这个 所有的东西呢 都是我们的 所以这个呢 第一呢 讲夜感元起 夜感元起啊 夜感元起呢 无名原形形原实 实原名色 名色原六入 六入原处出原兽 兽原爱爱原曲 取原有有原生 生原老病之苦 这个呢 就是十二阴元 夜感元起呢 既是我们以前做的夜 现在遗留下来 但是呢 你要注意 因为呢 小成人是没有讲到 这个阿赖夜时的 呃 只是讲到第六时 啊 第六时而已 没有讲到第八时 因为这个呢 阿含经里面呢 是讲一时而已 第六意时啊 没有讲到第八时 所以这个第六意时呢 呃 人死了之后呢 就没有了 如果入五想定的时候呢 又没有了 因为他第六意时不起啊 那就没有 没有了 那么所以呢 呃 夜呢 是不可以 呃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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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传下去的 如果你只到第六时 因为人死了之后 要 要呃 要传下去 下一个 下一个体内的 是需要有个第八时的 呃 所以呢 这个小成呢 是不圆满的 所以现在争论着 大成呢 是佛说 还是非佛说 那么你是很容易的 如果有人说啊 小成才是佛说的 不过现在我们不理他了 一行蚕食怎么说什么 我们都不理他 但是问题就是说 呃 如果呢 他想和你争论 你问他一样东西就可以了 你说呢 呃 小成是不说第八时的 只说第六时 所以小成呢 是不讲下一世的 他知道有下一世 也知道有前一世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传 呃 传递下去 即使除非他用第八时 他用第八时才能去后来先做主翁 他有而已 但是他讲到第六时 因为佛是讲第六时的 即使到这个阿含经那些 讲到第六时的 第六时呢 人死了就没有了 那怎样怎样传下去呢 所以啊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和他争论 大成是不是佛说 因为大成呢 是有讲到第八时 而我们呢 是需要这个第八时呢 去呃 去去传递到下一次的 那我们人死了啊 我们我们的人在 呃我们的人呢 那个业呢 是怎样传下去的呢 我们这个人啊 这个人去后来先做主翁 死的时候呢 红白名点呢 会冲撞到一起 即使西藏人讲的 中间砰的一声 会走过隧道那样走了出来 走了出来变成什么呢 走了出来呢 变成个能量球 见到能量球里面 有一点点的业 有些业在祭祀这些业 因为你为什么有个能量球呢 每一个都有个能量球的 每个灵体都有个能量球的 能量大的呢 那个能量球呢 就大一些 能量小的 那个能量球呢 就很小 那是因为他要困住呢 他的叶 如果不然死了之后 那些叶混乱了 那不就大问题了 礼服好的叶给了我 对吧 陈某某的叶 不要给我就行了 所以啊 所以弄乱了不就大件事了 所以每个人所做的叶呢 是不会和别人混乱的 一定是有个防护罩的 一定有个 有个东西隔开的 所以叫做能量球 在外面呢 这个叫做中阴森 这个我们可以叫他做 第八十 那么这个 这个外道呢 就叫他做灵魂 灵魂啊 灵魂 但是灵魂不同第八十的 为什么灵魂不同第八十呢 因为灵魂是不灭的 灵魂是不灭的 但是第八十是可以转时成日的 那么所以不同灵魂了 因为这个灵魂呢 这个好像我们说第八十 第八十由一世转到第二世 转到第三世 那你一样啊 灵魂一样可以转的 灵魂一样可以这样转的 这个是灵魂 这个是第八十 第八十和灵魂有什么 有什么分别呢 那这个 这个灵魂呢 就是只有一个而已 一直一直一直这样转下去 那么这个第八十是 这一世做乌龟 这一世做猴子 这一世做人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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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世呢 加多些东西上去的 它是加到第八十上面的 因为呢 不断有新的东西的 所以这个第八十呢 并不是 既是专有的 不是你专有的 因为你一直加上去的 这一世做猴子 这一世做人 这一世一直做做做下去 到最后你正道的时候呢 转时成智 那就变成佛了 但是灵魂是不灭的 灵魂呢 是永远都那样的 灵魂是不灭的 灵魂可以进化的 如果它想要那些业呢 进化的时候 灵魂一直进化进化 进化到最后呢 就成神咯 那都可以的 它可以进化的 不过呢 就灵魂呢 就执着了 即使有我 如果你是第八十的话呢 就是无我咯 第八十因为不是每个都有份的 那个第八十 上一世呢 是猴子 再一世呢 是猫了 猫是吃鱼的 所以我生病了 那我不惨了 所以不会说为什么 为什么它 它上一世做的业 要到我这里呢 对吧 那你没有办法的 所以啊 所以这个灵魂呢 和这个不同的 我们讲第八十 我们佛教不讲灵魂的 所以灵魂和第八十呢 是不同的 那么灵魂呢 是不灭的 灵魂是一个主体来的 但是第八十呢 是一个综合体 你可以一路加上去的 将第八十呢 一路一路一路这样加上去 灵魂呢 是不灭的 永远是那个灵魂了 这个第八十呢 就不同了 那么这个第八十呢 那就在天空中了 要等有缘的 有缘的东西出现 有缘的东西出现 就是父母 父母啊 和你有缘的父母 当然了 你做了好的业呢 就找到好的父母了 有缘的父母啊 那你呢就会入胎了 入胎的时候呢 变成DNA 干细胞 这个干细胞 灵魂入进来 变成DNA 那么DNA呢 就有父母的遗传了 和你本身那个业呢 本身的业啊 如果你只有父母的遗传 所有的兄弟都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相貌 一模一样的运气 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所以这个除了父母的遗传之外呢 还有你本身的业呢 加上去的 所以我们D八十 我们不怕的 我们有了这个 这个D八十呢 入胎的时候呢 无论你试管婴儿也好 什么婴儿都好了 你就算拿个 拿个干细胞出来 分裂呢都好 你分裂之后呢 拿希特勒的干细胞出来 让你搞个搞 搞个希特勒出来 把宽气法师的D八十呢 放进去 变成好人咯 所以所以这个祭司 祭司你造好个身体 我入进去而已嘛 最多呢 最多就祭司 祭司 祭司贴上两片胡子 对吧 所以啊 所以这个 虽然那个身体是他 但是那个灵魂不是他 入进去的 即使你造好个灵魂 我就入 造好个身体 我就入进去 造好的身体 入进去的 所以你用什么方法呢 都是他 都是可以入胎的 所以你现在呢 干细胞也好 分裂也好 什么什么多利养也好啊 什么都是第二个的 都是第二个灵魂入胎的 即使没有 这个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关系的 你做四管婴儿也好啊 做什么婴儿呢 也好 拿干细胞出去分裂也好 总言之 你做好个身体呢 就入进去的 那么 那么 那么做好了个身体 现在有些人呢 说我们以后呢 可以吃些 吃些猪扒 吃些猪扒呢 用些干细胞呢 造了之后造一块 那么一直打些营养液进去 让他一直大 一直打 那一直打呢 我们吃那样东西啊 吃那块东西 应该不算杀生的 为什么不算杀生呢 因为第八十不会入进去的 因此是肉来的 你入进去干什么 对吧 还有啊 他是不会入到这块肉里面的 因为什么呢 那块肉是食物来的吗 他 他这个第八十呢 入进去是可以再走出来的 但是他有两个地方是走不出的 第一个 就是菩提树了 即使佛的金刚座 他是穿不过的 第二个呢 即使经典里面记载的 那就穿不过 第二个呢 就是母胎 母胎呢 进入之后呢 是不能走出来的 那就变成在里面了 在里面了 如果是块肉的时候呢 这个应该将来是个喜讯来的 我们应该能吃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是住着而已嘛 他可以进去 但是可以再走出来的 好像植物那样 即使没有 没有一个花 即使戒律里面讲呢 不要坏鬼神村 因为每一朵花呢 每一片树叶呢 每一样东西呢 都有些鬼住在里面的 为什么呢 这个鬼那么多 人那么少 对吧 那些树木呢 都住了鬼了 但是住了些鬼的时候呢 那你碰一碰 他就走了 碰碰 碰一碰呢 他就会走的 他不会 你不会杀了他的 所以为什么啊 为什么我们吃灾就可以 吃肉呢 就不可以 吃肉 因为他的第八十 入到了只 入到了只猪里面 入到猪里面的时候呢 你吃了那只猪 第八十就没有了 死了 他要 他要走了 他即使 但是你如果吃 吃颗菜的 你碰一碰菜 他就走了 那个就走了 菜就死了 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要砍树的时候呢 要 比如戒律里说 要砍树的时候 你要上香告诉他 那么我们相关呢 就要见 那我们 那个 那个 那个路的中间呢 有颗龙眼树 龙眼树怎么办好呢 这颗 这颗树呢 挡住了 那么水泥车进不去的 怎么知道 一讲完之后呢 那颗龙眼树的叶子 立刻就全黄了 全掉下来了 那 那一个多月就全部都掉下来了 那就告诉龙眼树 不用怕 不用怕 我砍你一只树干下来 砍一块木出来 做个三宝荒神味呢 给你 那就 那就让你舒舒服服了 因为你住在这里啊 树神来的 他住在这 所以在经典里呢 见很多树神的 树神投树 去佛陀那里呢 投树 我本是河边的树神 怎么知道 比丘去砍树 砍了我的孩子了 就在那炒 因为他在那里玩了 那些树神呢 在那里玩 所以每棵树呢 都有神的 即使每样东西都有 他沾上去的 当你动的时候呢 他就会走了 那你避迁呢 没有办法了 我唯有 做个地方给你 对吧 那砍一只树干下来呢 天天都供的 那就很开心了 现在没事了 所以相关 即使很开心了 即使注重呢 又开心 树神呢 又开心 将他升格 升来佛 生作神 生作树神 那多开心 对吧 本来是树而已啊 在树上面住的 所以植物就行 这个植物 因为你动一动 它就会走了 所以都是不好的 即使植物呢 也会觉得痛的 所以这个 这个不会去 坏生种的 即使这棵树 所以你 宝莲寺 以前叫做 大毛棚 建了18年 那个法师建了18年 看回那个 那个网上面的 那个记载 那么建了18年 很小而已啊 很小一间而已啊 大毛棚是很小一间的 因为什么呢 它不砍树的 它要等那些树 台风的时候呢 打倒那些树 看看木头 合不合用呢 才拿回去的 这条是合作衡量 哦 就扛回去了 扛回去 架到上去了 那么没有的话呢 就等下一次了 它不会去砍树的 即使不可以砍树的 以前的人呢 食不过火 所以呢 都是慈悲的 不过现在就 现在就说 这块肉呢 就算你有个第八石走进去 它都没有个母胎 它都不会困住它的 所以这块东西呢 我们应该是能吃的了 以后 以后呢 留意这个东西 即使等它发展 不对哦 或者自己可以招一块 也说不定哦 买一块肉呢 回来 自己泡泡它 好像种菜那样 正快肉出来了 不过呢 是不是一定要吃肉呢 肉又有胆固醇又有别的 我们没吃几十年 还不是一样 所以更好咯 没病过 我们学了佛之后呢 就没病过了 七七年归一 到现在 没看过医生的 所以这个呢 你不吃肉呢 还更好些 以前呢 以前这个 这个德国 德国猪手 法国田螺 经常被人骂的 一个法师经常记着这些东西 好吃吗 为什么不记住呢 不能吃说说种可以吧 那么 转制的 你就 你就 你们就大块吃肉 我们说说都不行的 你即使不够平等吗 即使 所以啊 所以这个 这个 不过你有可以吃的 我们也不吃了 因为什么呢 要养生吗 你那些东西呢 有胆固醇的 那只野兽快死的时候呢 很害怕的 想报仇的 那些毒啊 全都入到肉里面了 你去吃它 不就中招了 对吧 那么即使 所以这个 还有啊 这块肉呢 是即使与最污染的 你看过那些新闻报道了 全啊 即使这个地球 为什么会暖化呢 污染全部都从肉那里来的 肉占了70%的污染呢 如果人不吃肉的时候 少了70%啊 70%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污染呢 因为它是双重的 你那些草呢 给牛吃啊 那些菜给牛吃 种菜也要用资源的 给牛吃呢 吃了之后 不知几十斤菜呢 才有一斤肉的 所以啊 所以很浪费的 占了70% 即使那些畜牧业 占了70%的污染 所以吃灾呢 是一个 一个好的事来的 那么我们讲完这个啊 那么 XY呢 下来 那么 所以呢 DNA DNA呢 是落地枯山生 好坏命生成 DNA有23对染色体 23对染色体 23对染色体呢 就掌管你是什么了 第一对啊 高血压 第五对是最好的啊 第五对 因为染色体呢 是两啊 是一对对的 就是两只啊 长脚短脚 5Q啊 5Q 5P 5P 5Q 那这个长脚短脚 这个5P 啊 11 12 13 这个呢 就是精神 精神分裂了 这个呢 是精神衰弱 啊 思觉失调 接着呢 精神分裂了 那么 那么下面呢 5Q 啊 5Q 32啊 33 34 是什么来的呢 肾上腺素受体 即使呢 当你被人激怒的时候 肾上腺素呢 就上升了 上升呢 即使有压力了 你个人受的压力多的时候呢 小的话呢 就影响到你变成精神衰弱 手心出汗 晚上睡不着 然后呢 呃 再严重些呢 5Q 33 再严重些啊 那么接着呢 就 思觉失调了 听到一些别人呢 听不到的声音 不是特殊技能啊 别人呢 听不到的声音 看不到啊 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接着最后精神分裂了 哇 特别聪明啊 那段时间呢 哇 什么都记得 原来是精神分裂 因为脑细胞活跃 分裂 一直分裂的时候呢 那些人很聪明的 即使精神分裂的人很聪明的 所以这个 这个 所以这个 呃 这个23对染色体 23对染色体 就控制我们所有的病 所有的性格 所有的东西啊 人的高矮 肥瘦啊 你有没有病啊 全部都靠这些东西了 靠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DNA DNA呢 是一只干细胞 因为第一个形成是 一颗细胞 叫做干细胞 即使你腹筋母血 第一颗形成 是第一个细胞 然后再发展出来 最先发展的呢 是鼻子 所以叫鼻祖咯 最先啊 最先发展是在胎里面的 发展出来个鼻子 鼻子跟着是整个人了 那么这个人啊 这两只脚 那么这个人呢 这个人发展出来呢 那么所以呢 第一个细胞 发展做60兆个细胞 60兆个干细胞 DNA啊 每个DNA呢 都是一样的 每个的DNA啊 每个的60兆个 每个都是一样的 每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啊 拿一个 就知道你有什么病的了 知道你有什么病 有什么 高矮肥兽什么的 都知道了 那么它入进去呢 就变成DNA 那这个DNA呢 并不是D80来的 D80呢 是在DNA的外面 DNA的中间里面 是D80是另外一个 在DNA外面的 因为什么 那么啊 为什么D8 不是D80呢 因为它分开两个啊 这个 兵分两路的 如果你只是DNA呢 因为DNA进入进去 就不能改的了 不能够改的时候呢 而且它有60 呃 60 60兆个 60兆个的时候 那你要改的话 就头 改个头改了 尾部 脚呢 改不到的 那你就很麻烦了 对吧 即使你不能够改每一个的 所以它中间呢 有两边的 一边入进去 一边叫做DNA 一边呢 就是D80 D80呢 它在吸收着你那些 那些 那些 你那些 你造那些液 即是在储存你造的那些液 所以这个皇家医学院的 那个院士 写了一篇 他就说 我们记忆是怎样传到 下一次的呢 即是我们的D80 他当然不知道D80了 怎样传到下一次的呢 他说这个记忆是整体来的 整体的记忆 不是部分的记忆 所以呢 你无论换心换肺换肝呢 都好 将它out一部分 它去别的地方而已 就是全身都是记忆 全身都是D80 所以D80呢 并不是在特殊的位置中 如果你说在脑里面 脑坏掉了就没有D80了 那它去哪里了 所以在脑的旁边呢 即使在细胞的旁边呢 就有个D80 那么D80呢 它是熏的 慢慢去移它的 所以你造了些液 好像熏衣草一样 慢慢熏 所以正常来讲呢 如果你吃饭睡觉看电视上班 上班吃饭睡觉看电视 你的液呢 是留到下一次的 即使你不会收包的 即使不是大的液 因为你60亿个细胞呢 不会收包 如果你说造了很大的液 杀人放火那些啊 那就立刻刺激到那个细胞呢 都变了 DNA都会改了 那DNA就会变 如果我们呢 比如说你现在知道呢 是这样 我们呢 要做 要做善事 有些人呢 就说 法师啊 我修了半年 为何还没发达呀 你想的没呀 半年就发达 那么 那么这些是熏的 所以你要改个DNA 是很难的 即使原则上 你是改不了DNA的 DNA下来呢 已经是这样的了 不是说呢 我修多些法呢 就会变漂亮 去选香港小姐 那样是不行的 因为已经固定的了 每个DNA是固定的了 你的样貌 你的 你的性格呀 你的行为呀 不过它还 还可以这个 影响到的 即使如果普通呢 不是重的液 如果你吃饭 睡觉 看电视上班 上班 吃饭 睡觉 看电视 那你这一世呢 就是用上一世的液来的 这一世所造的液呢 就留到下一世 所以你是不会 不会用到的 所以有些为时家呢 就说 液要下一世才收包的 因为不可以直接影响到DNA的 除非是很重的液 很大的液 或者是有些外力加进去 那就可以收包了 比如有些天人觉得你 这个人好 这个人做了些善业 要让人知道 这个景恶成奸 对吧 所以将他 将他特别的东西显露出来 那么那才会有的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 那这个 这个去后来先做主翁 到临死的时候呢 临死的时候 就会离开身体了 所以临死的第一件事 就是看到夜镜 这个夜镜 阎罗王 不是阎罗王看见的 是你看见的 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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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镜呢 就是我有一次呢 来佛卿讲经 那听什么呢 异曲记心声 对吗 八点钟是讲什么呢 有一个 有一个呢 有一个 我听着听着呢 就有个 他以前呢 是警察来的 就去开那滑翔机 那不滑翔机呢 一跌下去 那他就整个人离开身体了 即使看着自己的滑翔机呢 一路掉下去 那他呢 就 就跟着就 他 他一生所做的事 一幕幕的呢 献出来 这个就是夜镜 即使第一件事呢 就是献出你一生所做的事 当然是重要的事了 不是每样事 如果你每一样都献出来就不好了 所以你做了坏事 或者做了好事 做了好事 你的心就很开心了 一定去天堂的 天堂就献钱了 如果做了坏事的时候 不用阎罗王来抓你的 自己自己就死了 死了这次下地狱啊 那地狱就出现了 所以呢 这个夜镜 不用阎罗王给你看的 你自己看的 就是你自己害怕或者不害怕 对这一世呢 到底有什么评价 那你吃饭睡觉看电视 那很稳定了 下一次做猪 也有电视看的 所以啊 很稳定不用怕的 所以啊 不会做极大的善事 也不会做极大的恶事 吃饭睡觉看电视 买LVVL 那所以呢 所以这个 这个夜镜呢 那么出来 那么一路一幕幕那样出来 既是他的一生 一生所做的善恶业 一幕幕那样出来 所以呢 死了呢 临死那时的人 多数是这样的 一幕幕那样出来的 有时候昏迷了 他不能讲的 或者即使病到呢 讲不了 如果他能讲的时候呢 他是一幕幕那样出来的 一幕幕那样出来 那就回去这个夜 这个DNA那里 回到这个 回到这个能量球那里了 即使入了进来 那变了一生的善恶业 又再走出来了 跟着呢 他就见到滑翔机 那么旁边呢 有个声音告诉他 告诉他呢 如果你想 你想走的话呢 那么你就把最后一口气呢 吐出来 如果你不想走 就忍着吧 他当然忍住了 一忍 他才有机会讲的吗 忍 一忍的时候呢 一忍 整个人掉下去了 哇 跌到骨头又裂了 皮又皮开肉绽了 第一件事呢 是觉得很痛啊 是很痛的 如果他把气吐出来了 那他就会死掉了 肯定是好事做得多 有个善神告诉他 要忍住那口气 你就不会死了 所以啊 所以这个呢 就变成DNA了 下一次呢 再跑进去的 所以呢 这个夜感缘起 所以呢 小程所说的夜呢 是没有这个第八时的 没有第八时 你说 怎么去后来先做主翁呢 第六时 第六时这个夜 第六一时 人死了 就没有了 那怎么传到下一世呢 所以小程是不会和你讲下一世的 你看看一行才是 是不讲下一世的 不会和你讲 多做一些善事 下一次有好报的 他不会讲这些东西的 就是不会讲的 因为他们知道有上一次 知道有下一世 但是他们不知道 怎样传下去 所以呢 小程人 所以就说呢 大程 当这个大程 小程人呢 一早就说 大程呢 非佛说 碰到世亲 世亲呢 就是为识家 说了七个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 大程呢 才是佛说 小程不是佛说 不对 小程是佛说 但是是不圆满的 大程才是圆满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佛呢 没有和他们说 这个第八十 因为他们是为识家 没说第八十 没说第八十 那你的夜怎么去 所以呢 佛是说了一点 跟他们说了一点 因为夜感缘起 这个无明原形 行原实 他没有说这个 如果你说 他这个十二阴缘呢 说无明原形 行原实 无明 无明呢 是上一次来的 无明原形 行为 然后呢 进入意思里面 如果呢 你有第八十的话 应该呢 是十起 无明原实 十原形 行原这个 行原名色 所以十应该放在第一位 为什么呢 因为你前面的意思呢 是阿赖耶十 阿赖耶十 是收藏的意思 将无明呢 摆在第一位 无明原形 那这个无明是怎么来的 这个无明 是无始无明 就是以前有的 那这个无始无明呢 以前的无明是怎么来的 没有地方带过来的 那怎么知道是你的无明 还是我的无明呢 所以他是 他是没有讲的 所以啊 这个大成呢 世亲菩萨呢 说啊 小成是不圆满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说这个第六十 只是啊 没有说第八十 只说了第六十 所以这个 解身密经理呢 说 赖耶心时甚微戏 习戏种子如暴流 我于凡于 凡夫和于人 不开眼 恐将虚假 直成真 这个能言经理呢 也有讲 陀纳微戏时 习戏如暴流 真非真恐灭 就是说他呢 不是真的 恐怕呢 灭了他 真非真恐灭 世故不开眼 所以不对小成人讲 所以小成人呢 只是一点的佛教 不是全面的佛教 因为呢 他只是讲这种东西 所以呢 他不是全面的佛教 大成才是全面啊 才是合盘托出的 小成只是讲一点而已 讲一点呢 给他们呢 去修行的 因为印度呢 当时是喜欢修行的 所以讲苦极灭道 让他们呢 去修 那么这个苦极灭道的修行方法呢 是有实际的业的 知苦 木灭 断极 修道 苦极灭道 苦极灭道 这个修行来说呢 日中一时 树下一树 三一一波 就很好了 苦极灭道 他是吃别人的东西 住别人的地方 住完之后 苦极灭道 挣了道之后怎样 挣了道就走咯 走人了 所以呢 挣了道 如果呢 你挣了出果的时候 七加加 七次在五境居天 七次在娑婆世界 挣了二果的时候呢 一加加 一次在五境居天 一次呢 在娑婆世界 如果你挣了三果 不来果 去了不回来 挣了四果 入无鱼涅槃 那我们供养你 岂不是很浪费了 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说他是小成 即使交牙败种 是小成 就算是行 都是你一个人行的 那么多人 去成就你一个人 即使自不自私啊 所以啊 所以呢 这个叫做自私 你要 你要你要度众生 所有的众生 你要 你要度众生的 要帮助众生才行的 对吧 所以呢 你要坐 坐这个船夫 好像南亚岛那样 你不要先走 你要最后一个 离开那只船的 船长的规矩就是了 要在最后才能离开船的 没理由自己先逃跑的 你自己先逃跑 那其他众生怎么办呢 所以呢 小成也是了 你日中一时 树下一树啊 三一一波 就算行 都是你自己行而已 对吧 为什么要你自己行呢 为什么不是别人行 对吧 所以啊 所以这个自利利他 所以呢 小成讲夜感缘起 十二因缘 无明缘形形缘石 十缘名色 名色缘六入 六入缘处出原寿 缘爱爱缘取 取缘有 有缘生 生缘老 病死苦 那么这个佛呢 就觉得不圆满了 讲了十二年 阿寒十二 方等八 十二年里面 讲这个 四圣地啊 讲十二 人员 四圣地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苦极灭道 那么讲了都可以正道的 但是这个呢 不是大成的义趣 因为都要度众生的 你只有自己解脱而已吗 那么呢 别人成就你 所以我们有个徒弟 他现在呢 走了去法神寺 去了法神寺那里 因为什么呢 我说你去法神寺那里 做什么呢 那么多人啊 给你饭吃 吃完就走人 所以所以就算是你行 他说呢 不是啊 我在法神寺那里 我念米勒下圣经 你怎么修米勒 你就走去大城 就去修小城 那么那里 现在的 现在的小孩子呢 是很有趣的 那些小孩子 既是很有趣的 既是他们做那些事 你不明白的 那么先不要理他 现在这个 讲回来 佛就说呢 这个小城呢 是不圆满的 所作以伴 繁星以利 不受后友 这个是治疗的 所以有这个 维摩结晶 方等 呵斥小城 说大城 还有很多境界的 这个只不过是 小城的境界而已 不是大城的境界 所以呢 就讲这个 真如缘起了 22年般若谈呢 就讲真如缘起了 既是一切的东西 一切的东西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因为小城呢 是最后才有的 有三世十有 不过呢 他是这个 这个圆生而 圆 圆 圆聚而生 圆善而灭 这个 圆起信空 所以呢 他是暂时存在而已 小城 一切有不 那么小城呢 这个大城呢 就讲空了 空了 这个 这个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作如是观 那么一切的东西 都讲空了 所以中观呢 是修如梦观的 就是这个中观 波若系的 是修如梦观的 说这个 其实这个世界呢 是空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这个 这个世界呢 是空的 就不是呢 时有的 那么这个世界呢 不是时有的 所以呢 我们这里讲呢 整个世界都是空的 那为什么整个世界 都是空的呢 就是首先 这个世界呢 应该是空的 就不是我们 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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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什么问题 才有我们存在的 其实我们是有些问题的 即使人呢 人类来讲呢 问题所在 那为什么说 这个世界是空的呢 就找这个 西哥斯处来 首先呢 宇宙大爆炸 蹦 被绊 137亿年前 这个大爆炸 一团物质 大概这么大团 就爆出来 爆出来呢 到现在 就形成了 无穷无尽的宇宙了 37.4亿光年 光要走 37.4亿年 那么光一秒钟呢 走30万公里 所以 无穷无尽的宇宙了 都是一团物质 爆炸出来的 爆炸出来呢 这些科学家呢 就去模拟宇宙大爆炸 即使找些 他在瑞典 瑞典那里呢 就弄了个 27里的反应堆 是些管子来的 那就找些墙子 去撞击 去撞击一些墙子 那么呢 描绘那些诡计出来 找一些 大约的墙子 也许多了 就算了 砍洞 就算了 轻松了 但这些 都改变了 thanks 到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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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rmilab has a giant atom smasher here's how it works scientists zap hydrogen atoms with huge amounts of electricity later they strip them of their electrons and send the protons zooming around a four-mile circular tunnel beneath the prairie just as they're approaching the speed of light they're steered into collisions with particles whizz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most collisions are just glancing blows but occasionally there's a direct hit the result is a shower of unusual subatomic particles the hope is that among these particles will be a tiny unit of gravity the graviton gravitons according to string theory are closed loops so they can float off into the extra dimensions the grand prize would be a snapshot of a graviton at the moment of escape and then the graviton goes to the extra dimension and then it shows in the detector by its absence you see it by its absence unfortunately Fermilab hasn't yet seen the vanishing graviton and the pressure is on because another team is hot on the same trail 4000 miles away on the border of france and switzerland a lab called cern is constructing an enormous new atom smasher when it's finished it will be seven times more powerful than Fermilabs there's a great sense of urgency that every minute has to count but eventually cern our rival laboratory will frankly blow us out of the water cern will blow Fermilab out of the water not only in the search for extra dimensions but other wild ideas at the top of the to-do list for both labs is the hunt for something called supersymmetry that's a central prediction of string theory and it says in a nutshell that for every subatomic particle we're familiar with like electrons, photons, and gravitons there should also be a much heavier partner called a sparticle which so far no one has ever seen now because string theory says sparticles should exist finding them is a major priority a one because科学家一早已经知道 宇宙由62种粒子所组成的 但是61种一早就找到了 61种粒子一早就找到了 但是这些是没用的 没有质量的 那什么叫做粒子呢 你打个电话 那就是粒子了 电波那些就是粒子了 电波那些是粒子你看不见的东西 现在你开开 我要看这个王某某 那你开电视就能看到的了 但是它不是在你的箱子里面的 它这些是靠粒子的传递 我们叫它做数码 叫什么都好了 总言之它是粒子来的 这些粒子全部没有形体的 没有形体的东西不代表没有的 我们的手机没有开 不代表没有的 手机开了的时间 你的频率一样 那就收到它的东西了 所以传递影像也好 传递什么都好 都是靠这些粒子的 所以61种粒子一早已经找到了 那么但是还有一种粒子呢 还有一个粒子就找不到的 因为什么呢 这个科学家就说 宇宙大爆炸 魔女宇宙大爆炸 正和负 一个粒子转过去 就变了正负 正负加一起就是空了 正负加一起就是空 没有东西了 所以正负正负 事理事理 全部都是空的 整个世界 所以那些科学家就说 霍金他们就说 这个世界应该是空的 但是没有理由我们是存在的 我们究竟是从哪里 怎样来的呢 这个1964年呢 这个西格斯 西格斯呢 就说 有一种粒子 是会拖慢的 既是他的想法 既是未证实的 不能证实 现在才证实而已 现在才找到那个粒子 那个粒子叫做上帝粒子 又叫做西格斯粒子 又叫做波瑟粒子 因为他是Hegg Hegg's Boss 这个Hegg's Boss呢 所以又可以叫做波瑟 波瑟粒子 又可以叫做西格斯粒子 他说呢 1964年 他就提出说 你们说这个宇宙是空的 所以我想到一个方法 不知道对不对的 现在说 那时候不知道对不对啊 就说 他说 那些粒子呢 走出来的时候呢 一定是有东西拖慢它们的 所以在这个宇宙的物质里面呢 一都找到些正正正正 四个正三个负的 多一个正出来 就变了物质 很简单的 多了一个了 多了一个正出来 就变了物质 他有些 有些宇宙上面的东西 找到正负正负的排列 多了些出来 多了些出来 为什么会多了一个出来呢 就是西格斯呢 就说 因为这些物质呢 走得很快 所以61种物质走得很快 粒子呢 走得很快 那么他撞到西格斯粒子 托慢它 托慢它呢 就显现出来 即使它的样子呢 就显现出来 所以这个呢 叫做西格斯厂 很多个粒子呢 就形成了西格斯厂 所以呢 它这个西格斯 这个 这个宇宙大爆炸的时候呢 这个走出来 有很多个西格斯 西格斯厂 那么撞了出来 这个变成物质世界 这个叫做物质世界 第一层 即使因为物质呢 过滤了 这个是分子的世界 分子是monicule item的世界 因为那些是大颗的 所以被分割了 被分割了 就变成了物质了 那还有些小点的穿过去呢 呃 这个 第二层啊 第三层 因为有一层层的物质啊 有小点的 既好像过滤啊 过滤膜 有越来越小 所以呢 这个诺贝尔奖呢 就忘记帮给我咯 我说西格斯厂呢 有十个啊 现在讲的啊 哈哈哈 油兔呢 又说了啊 什么都说过了 将来他终于都会找我 不知道多少年后拆班 那就不知道了 所以啊 所以我说西格斯厂有十个 因为死法界 死法界呢 死法界是越来越威信的意思 第一层啊 这个物质世界你找到了 上帝例子啊 这个过滤之后呢 既是格子 比如你倒些茶叶进去 那大科的呢 就是第一层 伏在第一层啊 就变成了物质世界 物质的世界 那第二层呢 是地狱 那第三层呢 是恶鬼啊 这个恶鬼 那第四层呢 是这个 是这个阿修罗 天 跟着俄罗汉啊 批之佛 这个就是灵界了 灵界啊 这个呢 就是灵界 这个佛的世界呢 佛的世界呢 就是玄学说 玄学说的世界呢 就是佛 所以这个灵界啊 这个呢 用广义相对论 这个呢 啊 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这个就是计算面积轨迹时间啊 那些算的很准的 但是灵界呢 啊 就是这个电子的轨迹来的 这个是灵界啊 灵界呢 用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啊 量子力学是什么呢 量子力学有一个特质 就是 呃 向最小的面扩散 其实第一个呢 就是向最小 一直微信下去的 那这个物质呢 是向大的 好像宇宙一直膨胀的 像大的东西呢 啊 进发 那这个量子力学呢 就像最小的量性啊 这个 这个收缩 还有呢 它是随观察者的意志 既是随观察者啊 想到什么就有什么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物质呢 我们不可以随观察者的意志 因为太大了 这张桌子呢 我想变它成四方 变成圆的 那这个就难变了 但是它那些呢 是威力来的 威力来的 未变的时候它是威力来的 六十一种粒子 你这个 这个上帝粒子呢 变大了 那么你能 能 既是当然特殊技能那些 可以解散它 再做出来 其实可以解散的 因为这个事物呢 所显现出来的外向 只不过呢 是那些粒子的外向来的 因为它的组成呢 比如说 H2O HHO H2O H2O H2O呢 如果当它不组成的时候 两个氢一个氧 它是散开的 当你用练力 或者心练 或者呢 有些外力加上去的时候 那就变成一滴水了 但是呢 这滴水来讲呢 这个是外向来的 既这个 这个里面呢 这些 这些 分子活动的外向来的 不是它的 它的真正的东西 它真正呢 仍然是两个H1O 所以啊 所以这个 这个 这滴水来讲呢 这个呢 是假象来的 即使我们现在看到的 所有宇宙物质 都是假象 佛说这个是空的 因为什么呢 你看到的 只不过是外向来的 即使呢 那些分子活动的外向来的 那在灵界的时候 灵界呢 是随观察者的意志 因为它微小 微粒来的 这个量子力学 那么量子力学呢 这些就是那些 粒子的轨迹来的 那量子力学呢 就是随观察者的意志 它是这么不复杂的 那如果这些 技术的技术 的技术 的技术 在我们现代的世界 像这些 在《Quantum Cafe》 你可能觉得 你失去了 你的心 的法律 在《Quantum World》 是非常不同 的法律 那些法律 那些法律 那些经济 是完全不同 从任何 你会看到 在《Quantum World》 的《Quantum World》 是愚蠢 是最好的方法 它是愚蠢 是愚蠢的 《Quantum World》 For nearly 80 years 《Quantum Mechanics》 has successfully claimed that the strange and bizarre are typical of how our universe actually behaves on extremely small scales 在《Quantum Cafe》 在《Quantum Cafe》 在《Quantum Cafe》 we don't directly experience the weirdness of《Quantum Mechanics》 but here 在《Quantum Cafe》 在《Quantum Cafe》 big everyday things sometimes behave as if they were microscopically tiny and no matter how many times I come here I never seem to get used to it I'll have an orange juice please I'll try I'll try she says you see you see they're not used to people placing definite orders here in the Quantum Cafe because here everything is ruled by chance while I'd like an orange juice there's only a particular probability that I'll actually get one and there's no reason to be disappointed with one particular outcome or another because Quantum Mechanics suggest that each of the possibilities like getting a yellow juice or a red juice may actually happen they just happen to happen in universes that are parallel to ours universes that seem as real to their inhabitants as our universe seems to us if there are thousand possibilities and Quantum Mechanics cannot with certainty say which of the thousand it will be then all thousand will happen yeah you can laugh at it and say well that has to be wrong but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things in physics which at the time that people came up with had to be wrong but it wasn't you have to be a little careful I think before you say this is clearly wrong and even in our own universe Quantum Mechanics says there's a chance that things we ordinarily think of as impossible can actually happen for example there's a chance that particles can pass right through walls or barriers that seem impenetrable to you or me there's even a chance that I could pass through something solid like a wall now Quantum calculations do show that the probability for this to happen in the everyday world is so small that I'd need to continue walking into the wall for nearly an eternity before having a reasonable chance of succeeding but here these kind of things happen all the time so these people who have a house that they change that they change this because they change a lot so you did not buy that many things So now list that you have to you can take that 你浪费就好了 不要买一大堆东西 拜祖先 买一大堆东西拜祖先 买一大堆东西拜祖先呢 其实是不是说不好 不过呢 不用那么多的 象征是就可以了 因为祖先不是吃你这些东西的 祖先有两个吃法 一个是猝食 既是你的东西一定要打开的 不然他因为他 那些味道呢 是栗子来的 他吸那些栗子 如果你是遮住的呢 那罐可乐呢是没开的 栗子都没有走出来的 那怎么吃呢 你说这罐可乐没开 那怎么吃呢 难道他自己会用吸管吗 对吧 所以吸管啊 吸管 你要插支吸管的才行的 那你让栗子走出来 这个叫做猝食 那第二啊 他可以变 既是他可以变的 既是你看过 我就没看过大闹广苍龙 不过呢 就看过一段广告 既是呢 一小段广告 就是有个人呢 拿个盆出来 烧了一件衣服给他 那件衣服呢 好像是黑色白点的 一烧的时候 那只鬼说 哎呀 很漂亮啊 穿到身上了 因为什么呢 他是看你烧了件衣服之后 他变件衣服出来的嘛 既是他变的 因为呢 他可以变东西的 但是平时无缘无故去变东西 你是傻的 傻鬼来的 你变个东西出来 有什么用呢 哎 这件不同 这件是我儿子烧给我的 他就开心了 可以炫耀一下的嘛 既是开心啊 既是既是满足点了 那么所以呢 他是可以变东西出来的 但是会变东西 怎么会是恶鬼呢 他不会饿 不过他经常心里呢 想着吃 那你能够满足他 他就不饿了 即使他的心不是他 所以你要给些东西啊 让他变 所以现在什么都有了 你买机票又好啊 iPhone也好啊 什么都好啊 机票啊 iPhone啊 还有纸扎的 虾脚烧卖啊 还有一个盘呢 装了一只烧猪 和烧肉 装一只烧猪在这里 那个东西呢 十几二十元 也不便宜的 但是便宜 贵 比真的便宜啊 你烧的时候呢 为什么要烧呢 是解散这些威力再组合 如果那件东西不烧 为什么一定要烧一呢 盲烧一 为什么一定要烧了它呢 因为不烧 那件东西还在你那里 你就说给我 还在你那里啊 烧了之后呢 就变成威力了 威力啊 它从威力里面呢 再吸收 再组合 虽然那些威力 你烧真的东西呢 它就好变点 因为这些呢 是那些东西来的嘛 你烧出来 全部都是纸来的 到时候它就随便咯 一片一片好心 见你一片孝心 它也没有办法啦 即使变纸就变纸吧 纸也比没有好啊 那么所以呢 你全部都是纸的 它当然全部都 只有纸的威力而已 如果你拿块真的烧肉 去烧的时候 可能呢 烧肉的威力 它可以再重新组合 但它不是一定要吃烧肉的 也不是一定要吃的 不过它的心也来的 所以不吃呢 都饿不死它的 饿死了就好了 不用做鬼了 但是它是饿不死的 但是它是新也来的 所以呢 所以烧给它 所以灵界呢 是自己变东西出来的 灵界 整个灵界都是自己 变东西出来 变东西出来 就算天可以变东西出来 它也不是很开心的 隔壁的天很能打的 哇 它的宫殿那么高 我变矮一点 这边高过它 它会打你的嘛 你打不过它 它来打你就惨了 所以这些天啊 守门口的都是天啊 站在南天门 拿着武器的 那也是天人呢 王母娘娘门口站着两个呢 也是天人呢 所以呢 因为要上班的 白天上班 晚上回去享受天乐 所以这个 这个都是很惨的 即使你做天 也要做威风典的嘛 所以不要 不要做得那么惨 你不要以为天就一定很好的 找你去守南天门 那你就真是 所以这个就是灵界 灵界是变东西出来的 整个灵界都是变东西出来的 那么这个佛呢 佛呢 就是玄学说啊 玄学说啊 所以呢 有三套篇 我们在网上有三套篇 一个呢 是优雅的宇宙 一个呢 是十一度空间 一个呢 是玄学说 玄学说呢 就是玄 玄线的玄 玄学说 the創作的 modality of musical notes the tiny strings and string theory vibrate in a multitude of different ways making up all the constituents of nature in other words the universe is like a grand with cosmic symphony resonating with all the various notes these tiny 玄学说呢就是说 当一个粒子变成一个宇宙那样大 玄就是一棵树那么大了 所以这个是理论来的微小 所以叫做学说 很微细的 这个微细的东西 很微小的 即使变成很微小的 一个小的能量体 一个小的能量体 那就叫做玄了 一条玄线那样 那么这个就是佛的境界了 instead of a multitude of tiny particles 它是一条玄线的 and it can vibrate just like violin strings can vibrate each note if you like describes a different particle so it has incredible unification power it unifies our understanding of all these different kinds of particles so unity of the different forces and particles is achieved because they all com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vibrations of the same basic string it's a simple idea with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what string theory does is it holds out the promise that look we can really understand questions that you might not even have thought were scientific questions questions about how the universe began why the universe is the way it is at the most fundamental level 佛的境界呢就是这个已经到最威了 这个叫极威 绝对清净的境界 真如啊这个真如啊这个叫做实相 这个叫做真如这个玄学说呢就是真如啊实相 这些呢都未道的 这些天人恶鬼阿修罗 这个这个四圣六凡的都未道的 那么呢啊到这个佛的时候真如实际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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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相啊这个玄 所以呢啊六祖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 所以呢啊我们这些这些这些物质是有三个方法呢去变的 这个人呢是用分子去变的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呢用分子啊 H2O你吃药的时候呢啊C20H40O36啊这些呢就是量子架 这些是分子变出来的分子变出来呢是物质世界啊如果呢啊你是用电子啊V子那些数码变出来呢 这个是灵界啊这个是灵界啊这个是灵界那如果你是用玄学说啊变出来的呢那这个呢啊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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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的境界 佛的境界呢所以这个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所以三样东西变出来的如果你这个世界呢是由分子变出来的很出蒙啊LVVL 那么这个如果你是用数码变出来的那就不会呃还有呢啊这个灵界它是粒子来的啊可以呢同时显现 同时显现啊这个科学家上面呢你看youtube呢就知道了3000粒子一个粒子呢同时可以在3000个地方出现同一个粒子同时可以在3000个地方 所以你现在你不用怕的啊你的祖先呢有十个兄弟一个住加拿大一个住澳洲一个住哪里你啊你同时上乡啊你说他去哪里呢你十点半上我十一点上你十二点上那就行那祖先呢就有的吃那你们一起上乡我们约定了啊十点钟一起上乡那祖先去哪里呢祖先呢同时一起显现啊一起这个身因为他一想到就去了祭司呢想到就去啊所以佛的境界比如呢啊你这个 出地的菩萨呢可以一百一百个世界呢四现成佛二地呢就1000个世界那么三地呢就一万个世界四地呢就是这个一亿个世界这个这个这个五地呢就是十亿个一直陷下去啊同时显现的所以呢啊同时取消一个他就会取消不是分身啊是总体来的既是一个体啊同时显现所以你比如说你不着运的祖先被人抓住了那2000多个都没有了 那些都没有了化为乌有也不过这个太过太过什么了所以呢这个你呃既是整体来的不是他其中的一部分他虽然是显现千百亿个同时是整体来的那为什么他要用玄学说呢玄学说呢是相应的意思玄学说是呃既是那个频率只要你调对了他的频率就行了佛以一音说法众生随类皆得解 所以零三一会俨然未善这个这个智者大师呢23岁的时候入法花玄陀罗尼出了定之后呢读到药王菩萨慈真供养也入这个法花玄陀罗尼出了定之后呢他说零三一会俨然未善不过呢你听不到而已零三那里呢在说法你去你去印度零九三呢都好你也你也听不到他说法因为大家的空间呢不同 所以十度空间我们这里讲十度空间所以这个空间不同的时候你听不到的其实十方诸佛呢在这里说法的当你的心呢能够与那个佛相应你就能听到他说什么了所以呢这个二层呢是听物质世界的佛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来的那这个天上面呢是听卢舍诺佛讲经的卢舍诺佛报身卢舍诺佛如果要听毗鲁浙诺佛啊法身佛讲呢 十地以上的菩萨十地菩萨才能才能听得到所以三尊佛啊三个不同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有三尊佛因为三个三个空间的三个啊不是三个空间是三个三组的空间那么这个灵界呢是最大的灵界是最多所以呢啊我们只不过什么所以呢这个金狮子说金不守自信 我们本来应该是这样东西来的但是不守自信所以显露出来其实这个金狮子呢只不过是外向来的这些物理啊这个外面的幻象来的所以这个这个金呢不守自信那么我们下次再讲你不能说啊我们自信本来清净 但是一念无明我们就流转生死了 是金矿修金矿变成真金之后就不会变回金矿了你不用害怕即使成了佛之后呢又不会起污染新的了不会起污染要不就麻烦了成了佛又再起无明又再流转生死经常都在这里啊所以啊我们最多在这两个世界里面流转而已 是不会去到这个佛的境界除非你是你是活佛啊你是活佛再来是和光同臣那就没话说了遮住你自己的本来面目下来陪我们玩那就没话说了但是如果不是啊你就未去到的未去到的所以你一路修修修修到成了佛之后呢就不会退回去了所以呢啊这个真如缘起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露易如电 应作如是观这个呢就是中观讲的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既是空亦为是假明亦是中道义所以呢这个是空中空中啊那么这个这个空中啊空了那么这个这个龙素菩萨就说你们不要执着空啊大圣说空法未破诸有直我们讲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有数码的你不要讲空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觉得没有就没有吗 旁边就在了梁某某就在这里啊你拿手机出来开机啊那梁某某呢就在了即使你显不显现他而已嘛这个数码呢是在这里的你不要以为旁边没有东西旁边呢就是天堂地狱全部都在我们这里了只不过呢生活在不同的空间里面他们生活在微信的物质我们生活在出蒙的物质但是同一个世界所以叫做五去砸居地这个地方是每个地方天堂地狱都在这里个个都住在这里不过呢大家不同的境界 就变做了不同的空间你不要经常什么所以啊所以这个这个空这个空大圣说空法未破诸有直若还执着空诸佛所不化那么这个所以呢就不行了这个这个这个佛啊佛的时代那么佛陀色化期跟着到佛陀四百年四百年的时候呢就是经过四次结集加尼释迦王的结集变成一切 那这个马明菩萨呢就提出来提出五百年佛灭度后五百年马明菩萨提出大乘起信论那么六百年龙树菩萨呢就讲空中到了八百年的时候呢这个四亲无拙呢就讲为实这个阿异多讲堂啊就讲为实讲为实就是竟无心有啊所有万法为实若人欲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心如公化师能够有部了那这个马明菩萨呢就提出来提出五百年佛灭度后五百年 神化诸世间五蕴西重生无法而不造你的心呢是造一切的东西出来那么你说不是吧我买回来的那么这个东西我造的吗现在讲的是灵界你那个世界因为你是你是走错路所以你还是挨下去吧你灵界呢就不同了你说我快点去灵界不就行了不行的自己治疗是很惨的即使你自己解决的话呢你以后经常都那个心呢经常都在的即使等它自然自然自然去吧 你如果啊你去你去解决它自杀那些人呢天天都看到那个境界的因为那个心呢太太猛了跳楼的每天都跳一次那么就很惨了所以千万不要吃安眠药的每天都吃一次所以呢因为那个那个心呢太猛了所以他经常都有个这样的意念在意思你比如说你有些事呢你特别是注重的时候都经常有这样的意念所以自杀也是这样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啊让他自己去让他自己搞定的时候啊下到灵界那么那么 这个就随心所献了但是到时候呢又献不到了哎我没有钱呢那些后人呢呃不烧给我啊我要去通渠那么有一次我们请啊请那些鬼我妈妈呢是潮州人来的啊抽屉鬼7月14日呢上之乡呢到河边请个鬼过来在泰国请个鬼过来啊请个亲戚问那亲戚说你去哪里了那么久都请不到他说他去了通渠为什么去通渠啊那些后人 啊不烧钱给我就去通渠咯下面哪有无水渠让你通啊大哥所以这个是意思就是不够钱请了我爸爸回来啊请了我爸爸去了那么久去了哪里澳门赌钱咯很喜欢赌钱的那么去了澳门赌钱啊去了澳门赌钱输了九掉钱啊他说输了九掉钱啊他说输了九掉钱因为潮州的钱都是一扎一扎的一串一串的啊输了呢九掉钱那他就说啊还跟我们讲呃这些呢就是就是他可以用的 折了两个脚的就是官员了你们是不是这样拜祖先的是折直的折两个脚呢就是地主的拜地主拜天官呢就是折两个脚的折直的啊现在交给你们这些呢都交给你们了所以呢打直的呢就是呢他们可以用的你折两个脚呢就是官员来的那他说呢啊那么那么不如我捎一副扑克牌下去让你做装就不用经测书了他说不行下面没人帮忙的哈哈大解释了他说 你不去找你儿子我那时候呢正在学密宗他说不行那里很吓人的因为那些密宗的护法很让人害怕的很害怕啊那么所以呢他有他的意思所以意思不是说呢你死了就一了百了了我喜欢什么就变什么而是受着你的影响受你的心的影响你呃其实恶鬼不是恶的他的心觉得恶而已啊即使呢以前饿了那么多天经常不给东西吃现在又饿了啊所以就饿了所以呢呃这个 这个所以这个万法为食若人欲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啊一切一切为心造所以这个这个呃这个这个为食就修五重为食官呢去清净他所以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实时勤服事不怕惹尘埃这个因为这个神秀呢以前是为食家五十七岁才跟五祖以前是学为食的所以问他 五祖问他呢携手接出来他就写了五重为食官了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实时勤服事不怕惹尘埃所以六祖如来藏远起了啊六祖就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心中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说如来藏其灾所有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种种妄想执着若离妄想执着则一切自无私自自然现前花言经也有同样的接叫做无碍智 改一个字而已啊那么所以这个我们本来呢就有个佛性在的所以道不用修淡漠污染不要遮住佛性就行了所以不失善不失恶这个呢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到最后的时候万境自如如了法界缘起啊花言的境界全部的东西全部三合大地进入法王身这个万境自如如这个就是法界缘起 法界缘起之后啊六大缘起是什么呢六大缘起是密宗你知道这个显教了啊显教呢是道理那你的修行呢就是去念经念完经之后呢你要做的做呢就要做西征怀诸那就要密宗了走去密宗那里啊即使密宗是实际的去做的比如说怎样去帮别人怎样去治病怎样去什么这些呢怎样去利用你那个那个六大这个这个地水火风啊这个这个六大所以呢这个六大缘起呢 就是密宗所以整个佛教呢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学的佛教呢啊不是印度佛教的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印度佛教我们不学印度的佛教所以呢去不去朝圣呢都不是很重要的现在的印度呢才死多少啊150人才死了才死了才死人所以呢我们学的呢不是印度的佛教啊印度佛教呢到这个中观后红期的时候呢他们都在争论这件事 那这个如来藏是我们中国的六祖提出的花言呢是这个法藏法师这个天台呢是这个智者大师呢提出的这个密宗啊密宗呢是开源三大士但是入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加了很多东西一行禅师呢加了很多东西进去胎藏界里面的天龙八部啊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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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树啊那些是一行禅师加上去的所以这些呢全部都是中国的东西来 不是不是密啊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印度的东西那不是印度的就不是佛说了吗鲁舍诺佛说的不是释迦牟尼佛说可以是鲁舍诺佛说还有毕鲁浙诺佛说密宗呢是毕鲁浙诺佛说的所以小成人说大成呢非佛说只不过是听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说他找不到鲁舍诺佛说也找不到毕鲁浙诺佛说所以我们学的呢并不是印度佛教来的是一个发展的佛教 所以这些佛教也好这个十二因缘啊这个四圣地这些都好啊这些都好这个中观为时也好但是本来如来藏啊法界花言花言啊花言的实行呢就是密宗那我们下一次才在讲那这个呢就是这个缘起了佛就讲六大缘起那我们讲完这个缘起下一次呢我们就明白了即使这个这个密点 究竟是怎样来的那只金狮子是怎样来的呢金狮子只不过是外向来的那些分子活动的活动的时候所显现出来的外向那如果你心力强的时候你可以解散它的变成只变成只金乌龟呢都可以的即使你用心力呢一看上去呢把它变了没什么的将它拆散然后再组合而已没有什么的你要够强 那么这个墙呢那些科学家就说要用多少伏特多少伏特我们的心力最强我们的心力呢可以改变一切的东西所以这个数穷三计横变十方这个心力呢是最大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下一次呢